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一处民宅前 趁着四下无人将整袋糯米肠往地上扔 正准备离开听到狗叫声 回头又把一根根糯米肠塞进笼子里喂食 随后骑车扬长而去 没想到 不到半天时间狗狗突然上吐下线 没多久送医不治 让四祖气得PO文痛骂 事发在七号上五星北市新庄 女骑士工程路过看到狗狗太瘦小 才会出于好心 一连喂了八根糯米肠 没想到他会突然急性胃扭转送医不治 动保处也已揭入调查 毕竟陪伴十五年的艾蜆员 就这样没了性命 让四祖难以接受不排除提告 三星期晚家 我现在新北采访报道